基溶劑进行稀释 在这个时候 放置在附近的电动风泵的摩打突然启动 产生火花 接着发生爆炸 令到该名工人的身体严重烧伤 意外成因 由于二燃气体充斥在空气不流通的房间 风泵的摩打突然启动产生火花 导致火警和爆炸 预防意外的措施 通风设备 打开窗户和启动抽气线 防止二燃气体积聚 金属柜 光漆和有机溶剂需要盖好 然后储存在有自动关闭掩门的金属柜里面 灭火设备 提供适当和足够的灭火设备 包括灭火桶和砂桶等等 安全训练和督度 雇主应该提供适当的资料 指导、训练和督度 以确保员工的安全 一名电汉工人在学校的天台 使用俗称木牛的变压器和电汉工具 汗接承托中央冷气系统的金属支架 在汗接期间 该工友碰到汗鉗外露的导电体 因而触电死亡 意外成因 由于使用不合标准的木牛 加上汗鉗的绝缘外层损坏 供有触及外露的导电体 而引致触电意外 预防意外的措施 检查和维修电汉设备 进行电汉之前 应该先检查消汗工具 特别是汗线和汗鉗 如果发现损坏 应该立刻维修或者更换 合规格电汉机 切物使用木牛 应该用符合安全规格的电汉机 和安妥接地 而所有外露的带电导体 必须加以绝缘或者遮盖 合适的个人防护装备 提供合适的个人防护装备 以确保工作安全 例如是绝缘消汗手套 皮夹围绿 手提护团 安全鞋和防护衣物 安全训练和督道 雇主应该提供适当的资料 指导 训练和督道 以确保员工的安全 个案七 一中涉及木工机械鞋箱的意外 一名装修工人 正在使用一部风车鞋鞋木板 风车鞋原本是装有顶护罩 和鞋尾刀的 不过之前被人拆走了 当工有用双手将木板推向鞋碟的时候 木板突然弹起 令他的左手碰到鞋碟 没有指和食指 就赶被切了 意外成因 工有用双手将木板推向鞋碟的时候 由于风车鞋没有装置顶护罩和鞋尾刀 木板突然弹起 令他右手被鞋碟鞋箱 预防意外的措施 顶护罩和鞋尾刀 风车鞋要装置顶护罩和鞋尾刀 并且调校至适当的位置 推木棍 提供适当的推木棍 紧急停机装置 装置有效的紧急停机装置 安全训练和督度 雇主应该提供适当的资料 指导、训练和督度 以确保员工的安全 一名工人想用便携式打磨机 将大型的金属架切成小块 来方便它运送 在进行切割之前 因为发现直径80毫米的砂轮太小 无法切割金属架 于是他就用直径200毫米的砂轮来代替 在切割期间 砂轮突然碎裂 砂轮的碎片 击击那位切割工人 意外成因 由于工友将打磨机 改为砂轮切割机用途 将原来的护罩拆走 以方便装上直径较大的砂轮 砂轮在超过最高 容许速度之下转动而碎裂 预防意外的措施 合式切割机器 只选用适合作切割工序的机器 例如脚碟机 并且在危险部分装上适当的护罩 而所有砂轮的安装 必须由冬主书面委任的合资格人士进行 安全操作速度 砂轮机的操作转速 不可以高过砂轮的最高容许速度 而有关资料应该清楚标明 安全训练和督度 雇主应该提供适当的资料 指导、训练和督度 以确保员工的安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